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4月3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紐西蘭的二德台樣 大家好 澳洲的真BZ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早安 還有我家餐新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煲和三台西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上個星期 整個北美洲各大城市 都有一個反歧視亞裔的大集會 每一個城市都有 一是星期六辦,一是星期日辦 加拿大幾個大城市都有 我們都說過了 本來以為出來之後 那個情況會好一點 但是其實是並沒有 改變其實很難的,大家都知道了 改變比較少 所以其實在4月4日 將會在紐約市 在紐約市就舉行一個停止仇恨犯罪 反對種族歧視 捍衛亞裔權益的大型示威遊行 他主要有幾個訴求要說 有五個訴求要說 第一,就是呼籲政府追蹤仇恨犯罪 統計數據 並且將這個仇恨犯罪 列為頭等大事 就要壓制這個仇恨的苗頭 第二,要求政客立刻停止任何 抵毀和污名化亞裔的言論 以免亞裔遭受到待罪羔羊的傷害 第三,呼籲各地執法部門 重視歧視和仇恨的暴力事件 嚴懲仇恨犯罪 第四,呼籲預防仇恨犯罪部門 為亞裔社區以及受害者 提供更多言語幫助 和社區緊密合作共同制定保護社區的策略 要求州市各級部門立刻發起 針對亞裔仇恨犯罪 和偏見襲擊媒體宣傳 發布更多宣傳信息 第五,呼籲政府為社區提供更多資源 為亞裔非牟利組織提供預防犯罪 和教育方面的資金 為多元化社區促進團結 提供更多保障 而這個亞裔維權大聯盟的總召集人 陳善莊先生說 4月4日的遊行安排是如此 首先,下午12點半在Fawley Square集合 2點鐘遊行至市府前面 2點15分集體遊行經布魯克林大橋 然後3點鐘在Kentman Plaza舉行集會 目前已有200個各國族裔的團體報名參加了 不單止民選官員、社區團體 各國族裔的友人都會到場聲援 而部分受到仇恨犯罪的受害者都會出席 分享自己的遭遇 我們回顧一下,這個星期至少在北美 我只是說北美,發生了什麼事 力氣更加多亞裔的反應 還沒說憤怒的反應 為什麼要繼續下去呢? 首先,大家都大事報導過 我們都講過了 在星期三的凌晨,在Times Square附近 有一個婆婆,65歲的 突然被一位黑人男子襲擊 兜腳踢了落地,還要打頭 大聲說,你不屬於這裏 當時是在一間旅館前面 即是一間大廈前面 大廈裡面有幾個人看到 這件事發生並沒有阻止 事後大事報導之下 被人打那個婆婆是一個菲律賓裔的移民 而打她那個人沒多久就被人抓到了 就是一個38歲 住在曼克頓中城區的一間旅館 她是一個無家可歸者的庇護所的人 她以前在19歲的時候 在她5歲的妹面前 2002年的時候 在5歲的妹面前殺了自己的媽媽 犯了二級謀殺罪 所以是屬於 可能是一時衝動 復刑了16年 在2019年才獲得假釋 這樣的 當時警察方面就說 為什麼沒有人去救她 他們就說 我們當時沒有收到911的電話 所以趕不出去 不過就由巡警發現了受害者 所以希望公眾在調查結束之前 就不要這麼急下任何結論 這個就是代表了警察工會那些人這樣說的 這個是第一單 不好意思 她那個地點就要說一說 就是她就是在43階 紐約就是這樣的 全部的階都是號碼的 就是曼哈頓不是整個紐約 就是曼哈頓就是計號碼的 那麼那個第一階呢 就是在南邊算起這樣的 就是她大概就是在 我自己的了解 就是其實她就沒有第一階這一條 她就是打動的那些就叫做Avenue 就是南北向的那些就叫做Avenue 東西向的那些就是階 那階呢就是 它是全部按號碼的 接著就回到東西 東西是怎麼分的呢?就是用第五條大道來分東西的 那麼她呢就 她那個位置很有趣的 這個要說一說 為什麼要討論一下呢? 就是因為 其實你如果打開紐約的地圖呢 你就會知道其實她那個公共空間很少 如果在南邊 就是曼哈頓的南邊那裡 公共空間比起北邊是少很多的 就是北邊那裡有一個中心的地方 就是北一點點的地方 中間呢或者就是 Central Park 但是其實周圍呢 只有那些很少的地方 其實住在那裡的人會挺壓抑一下的 就不是那些人認為說 你在外國住一定是 就是沒有那麼壓抑 精神病問題呢 乖了都是常態來的某程度上 還有紐約它本身 就是在曼哈頓來講 真的貧窮的人口呢 是佔很多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是十百分之十幾的 根本上是一個很多窮人的地方 而且是貧富懸殊的很厲害的地方 我不是說他們這些襲擊是對的 這個非洲裔的人襲擊 這個菲律賓裔的人是對的 不是 只不過是那個大環境呢 就是有這個土壤 去令到這些事情會出現 就是究竟 它是針對亞裔 為什麼會針對亞裔 就是因為亞裔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亞裔在紐約賺得很多錢的人呢 是不少的 而很窮的人 也都是不少的 但是那些人呢 就有一個誤解 就以為凡是亞裔人士 都是賺很多錢的 在紐約 所以就會有很大程度的仇恨出現 就是它覺得 你們為什麼可以賺這麼多錢 我賺不到 但是其實亞裔人士 很多都是表面上 新光頸靈 來女其實就不太行的 這個才是現實的真相 你說有些是很行的 但是其實是少數的 還有在紐約 很多人根本就在貧窮線以下 掙扎求存 還有社會問題 是多到你不相信 是 這個是有背景的 還有 之前做市長 Michael Bloomberg Michael Bloomberg 他做的時候 其實他是沒有解決到任務 嚴格來說 他是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 他有做少少的事情 但是他是解決不了這個貧窮問題 很難做的 在一個美國這樣的 就是紐約這樣的大城市 你是貧窮懸殊那些東西 根本很難搞得到 還有現在還有疫情在後面 其實在疫情之下 其實大家都是爭扎求存 那些怨氣是全部被捕出來的 那 非裔人對亞裔人的怨氣也都被捕出來 這個是大背景的問題 嘉燦你繼續說回第二宗 第二宗 就是在加州的 就說有一位 鄭先生 如無二何 就是因為我就這樣看他的英文 譯音 鄭先生 是柬埔寨來的亞裔 他就說回他兩年前發生的事 他買了一個車 豐田SUV 泊在家門口 結果無緣無故被人一把火燒了 但是整條街 就只有他和他的鄰居 是一個華人的在那裡住 而他們不約而同的兩輛車 都是被人燒了 令到整個社區都很震驚 這個是第二宗 而同時間在德州 就有一間學校的家長發了一張照片 一看見題目就火消心 題目是這樣的 關於華人的特殊癖好 哪一樣東西是對的 這樣說 第一 在餐廳吃飽之後 打咳咳咳 就要被人割一條舌頭 第二 在中國一個地方 一個小孩偷一顆糖吃 就要被人打五十大板 第三 在中國 吃貓吃狗肉很平常 一看見 就是一投訴 在那個學區 那間學校承認 我們在這裡 這一條就是屬於我們的中學社會研究的題目 的測驗題目 這些是非常之不當 這些言語有貶義和傷害性 我們正在調查中 有三個涉事的教師 我們已經要將它停職了 這樣說 另外呢 還有一宗屬於德薩斯州 在中國城一間按摩店那裡 有個非洲裔的 就試圖去侵犯那個華裔女店主 哇 你說中國城其實是唐仁街 唐仁街 唐仁街 是的 應該這麼說 唐仁街 那時候就是 那個非洲裔的人進來 走進去店那裡 我想找錢 拿一張一百塊錢 那它一見一百塊錢 殘殘舊舊 都古有古惑 看到一百塊錢有古惑 不做不做 但是對方發覺 咦 店裡面沒有人只有你一個女人 那你不肯上當就搞你了 結果被他爭脫了 但是他極力反抗之下 就被他打了一身 好就好在 那個 他爭脫了之後 那個非裔那個 其實不能說非裔罪犯 那個法罪的人 就立刻被圖人抓住了 就抓了 但是他都很害怕 當然 那這些是在美國發生的 而在加拿大也有一件發生 就是這樣的 就在UBC BC大學那裡發生的 就是有一個讀書的韓裔留學生 他就在裡面的Hallmark裡面 就是做兼職 那當他說我要去倒垃圾的時候 就突然間有個人走到他附近 就說一些很種族言論的東西 然後打他 打他的頭打他的圖 打完之後就跑了去 那個女孩子就立刻走了去打911 然後就進了醫院 就是這樣的 而另外呢 在同日的晚上7點 有個女兒 有位女子 有位亞裔女子走走走走 就突然間有個男人 衝上前 扯他的頭髮 然後就扯完 扯到他幾乎跌在地上就走了 那當然啦 這個禮拜在溫哥說 Richmond另一宗就是 有一個咖啡店 就說他那個華裔店東 那些員工就跟白人夫婦說 你要戴口罩 結果就給他撥咖啡 Richmond Richmond Richmond可以當是一個唐人區 基本上有七八成以上都是唐人的 就是那種情況 那是很震驚的 其實我們可以說說 在2020年3月 至2021年的2月之間 在美國就發生了 三千多宗 報了上去的反亞裔受刑事件 那耶加拿大呢 在2019年那時就12例 2020年98例 是上升了717% 記住是上煲而已 沒有上煲的 你不知道多少的 所以其實是很緊要的 這種情況是 而甚至哈佛大學都拿了東西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是新近哈佛大學就有一個信息 就是說 就是說有些跟反亞裔種族歧視有關的信息 他就是這麼說的 當你經歷了種族歧視的時候 你可能會這樣做羞愧 你可能希望自己不是亞裔 但是你要記住啊 你的祖先 可能也都經歷過 類似 甚至更加 差的事 這樣說 說完之後 他這樣寫 就是 目的 是有關 大家要留意種族歧視的事啊 這樣說 但是他開頭第一句已經是這樣說 結果有些亞裔 有很多亞裔學生一見到 你說 你這個是一個心理健康諮詢的網頁 你竟然說你希望自己不是亞裔 你沒有什麼啊 但是真的有人會這樣想的 你看看香港的黃友仔 全部都是這樣想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就是有時候 這個要澄清一下 就是有時候 我們雖然都要指出某些歧視的問題所在 但是有些人的心態呢 都是真的這樣啊 事實 就是沒錯 但是你這樣寫就不是很對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完全錯了呢 就不是啦 我的看法就好 只不過是扭曲了 有些人的心理 其實 不過香港的黃家是最好笑的 土生土長在香港 就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或者連亞洲人都不承認 這樣是最好笑的 剛才你所說的燒車 其實我也經歷過一宗的 是我一個朋友 我一次去我朋友那裡 塔斯曼尼亞 其實他也是 整部車被人偷了 放在山頂上 燒了 燒完了之後 我們警察叫他 麻煩你 你可不可以交兩百元 處理了他 叫他查是不會的 之後呢 那班很明顯就是 大概知道什麼人 那班 那班Bogan Bogan 就是我們說的叫做 死飛仔 死飛仔 那最後他就是叫你拿兩百元去處理這部車 那當然了 澳洲警察的效率 大家知道了 那下了Statman就永遠都是沒有結果的 因為當時塔斯曼尼亞都是十分的落後的 沒有CCTV這些東西 還有講一下 不好意思 剛才要講一下鄭先生那個問題 他是住在奧克林的 但是他住的那條街本身就不是一條治安十分好的街 不明白 就是他的車被人燒 其實紐約或者美國 應該說美國 因為他不是紐約 他是在三藩市灣區的 其實大城市 美國的大城市有一件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那些好區和差區 是有個很強烈的差異在那裡 就是你好一點的區 有些案子就不會發生的 或者發生都是非常罕有的 而這位鄭先生他住 我不是說要說他本身有問題 不過這位鄭先生他住的區 其實整條街 除了他們的家和另外一家唐人之外 整條街都是拉丁裔人 嗯 嗯 明白 還有一件事就是 在美國 其實我也講過很多次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就是千萬不要聽人家說 說可以三十多萬買一間屋 住三十多萬住大屋 那些黃友現在經常說 那些黃友仔 三十多萬住一間很大的大屋 有五房 接著還有大草地 很開心在美國 三十多萬美金 現在就是在美國 那些大城市 首先講一講 正常價錢買一間屋 起碼都八九十萬美金 嗯 就是你是正常價錢 如果你可以三十多萬買到一間屋 又在大城市的周邊 很老實說是危險的 因為我舉之前這個例子 要借一個位再舉多一次 為什麼呢?因為一定要提升大家 就是在紐約周邊的這件事發生是 嗯 那是我一位叔叔的朋友 那我叔叔的朋友呢 就是他見到一個地方的房子 就六十多萬美金一間 那他就覺得很划算 因為隔幾條街已經要九十幾萬了 嗯 就是同一類型的屋 為什麼隔幾條街就欠三十萬呢? 那他就覺得很划算 那他就買了 那時候那個叔叔就叫他 你不要那條街不太行 然後另外那個朋友當然 他那個朋友當然是不聽他說的 就是你三十幾萬不行 就是差三十幾萬不行 但是三十幾萬喔 我三十幾萬拿去可以做很多事情 炒股可以賺很多錢 嗯 那結果就有一天 那個叔叔就 不是我的叔叔 那位叔叔的朋友 就坐在那裡看報紙 坐在客廳裡 結果呢 就有這個蓮子飛了進來 奪命蓮子飛進來就死了 就是為了省三十幾萬而已 就是外面有人在那裡 管蓮子根發射器 亂吹 蓮子就送進屋 那就掛了 嗯 其實你要自保 有時候是要花些錢的 是 就是我不是說他們那幾個人是活該 就是現在 在奧克蘭 被火燒車那些人 還有之前在Redwood City 就在加州的 被人燒車那些人 我不是說他們兩個人活該 只不過是你去住那些地方 其實那個危險性就是永遠都在那裡 嗯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 我不是幫美國說話 只是有時候這些事情發生呢 它是有個大環境的因素在裡面 嗯 而且美國長期都是這樣 我不是說長期都是這樣就對了 但是 你長期都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是有個共識 你怎麼可以自保的 那當然有些人說 你們貴慣 或者說你貴慣當然覺得沒事了 但是你第一件事就是要 要自保了先 你連自己都保不住自己的時候 你怎麼講更大的大道理 你起碼都要自保了先 是不是 就是現在你變了在 就是有些情況出現了 就是 種族的問題 但是這個種族問題 長期都是有的 我不是說是對 是長期都是有的 疫情激發了這個問題 一直都有 但是如果你跟一些白人說這些事情 其實有些白人是會跟你說 你真是好笑的 我們這些人都不會走去住那些區 你自己走去住 你那些東西是不是正常 會有這種說法的 其實是 所以有時候大家看這些新聞是要小心一點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有時候 我不是幫美國人辯護 也不是說亞裔是該死的 絕對不是 只不過是 有些人是 不跟那個社會的潛規則去走 他舔了東西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自己有份造成的 我這樣講當然會有人罵 但是 就是 無論去到哪一個地方都好 你第一件事就是要自保 先 還有了解了那個地方的規矩 你要跟那個地方的規矩鬥爭的話 你首先要保護自己先 如果不是就 將自己擺在前線的 這個問題是 其實有很多 在美國的亞裔老人家 他就是中了一些 地產佬的 陷阱 是陷阱就是 叫他賣了好區的樓 去差區住 其實現在是很多這樣的情況 尤其是因為疫情 好區的樓你賣了他 你去一些差區 差點的區住就沒問題了 現在很流行這些事情的 其實是那些要賺錢的人 也都是害死人的 基本上是 就是量這些事情出來的人 如果是 就是差區要住的話 其實一早都走去住了 差點的區 不是說你進去就會變好的 不是這樣的 除非你整個村人買光而已 是吧 整個村人買了一條街 全部由貴區搬去便宜區 如果你全部人是這麼做就可以了 但實際上是不行的 還有他周邊還有其他 就是有其他治安問題的 窩點或者溫床在那裡 沒錯他是針對華人的 有些事情 但是有些華人 也是沒有根據那個規矩去做事的 是沒有辦法的 我只可以說 當然我不是說叫大家跪下 不是 但是不要聽別人說 就是說可以很便宜 就可以住大屋 這件事真是害死人的 每一件事都有代價的 就是你不要只看到價錢 看不到價值 就是看到價錢 看不到價值在哪裡 我不讓人誤導 因為其實我看到 是啊 我是看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在這裏說 是啊 香港就是賣很多這些廣告 有網友發過一些東西給我看 他就說 真必試這個區可不可以 就是有些新樓 哇 新樓來的 來他市中心很近 結果 哇 這些區 又軟 和治安不淨那樣 現在那些人很差 有些香港的中間很無量 他說市中心原來就是新區的市中心 是啊 很無量的 笑死 很無量 他說市中心就是 哇 你知不知 兩三公里的當然 他圍繞 其實就是圍繞一個購物 不斷不斷在外圍上升 是啊 很多這些騙人 他說你退休有什麼所謂 他跟你說 你退休有什麼所謂 住便宜 有醫院 住便宜一點 住便宜一點 都沒有問題的 治安都很好的 就是這些 便宜一點便宜 其實便宜一點便宜 很嚴重的 尤其是亞裔人士 就是這件事情 有人說你貴關 這樣 我只是想我自己和我家人 不要受到這些無必要的滋擾 就是我個人就很簡單的 你做什麼事都要先搞定自己 你自己搞不定 你不要說什麼大道理 你跟我說大道理是沒有意義的 第一件事就是搞定自己 哇 你個人這麼自私的 就是搞定自己 不是啊 我將這個方法講給大家聽 大家都可以搞定自己 這樣的社會便沒事了 是不是 就是 有時候我看到這些新聞 我覺得 真的 你有這些新聞 的問題 就是大家看得到的 是有問題的 但是 你盡量想辦法避開它 不要讓那些重界 騙了去 一些 都不應該是你去的地方 那裡住 坦白說 是 這個是 現在我看到很多這些問題 就是 你買了那家貴一點 搬去這個新區 或者搬去另一個便宜一點的區 那就節省了錢 那你就有錢慢慢撕 一搬即死 根本很多這些 很離譜 因為現在就是 那個新官呢 是令到那些 賺錢的重界 越來越無量 基本上是 以前都無量的了 其實有些做地產的那些人 不是全部 但是無量的那些 現在是去到極點 根本上 全世界都是這樣 全部都是講這些套話的 就是說 你現在住這個區 哦 這個區 你那個錢可以拿去換兩間 你自己住一間 再租一間給別人 接著呢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你聽它點了之後 就是 你租出去給別人的那間 就連租都收不到 自己住的那間 根本就天天提心吊膽 很多都是這樣 不好意思啊 我有一些離題 但是 沒有辦法這些一定要講 那家燦 你繼續說 你想要講的東西 麻煩 到最後呢 都是那句 反歧視這件事 是一條 不是 是一條長的路 大家遇到事 就發聲 團結是最重要的 但是不要躁動過激 因為一躁動過激 就會有更多麻煩 那有些人就說 你們貴慣 所以不什麼 唉 我們這些人呢 就是學習了 就是老華僑那些做法的 就好像珍必詩那些幾代 都在外邊那些人的做法 你 你要在那個地方贏呢 其實就只能跟別人鬥長命的 就不可以跟別人硬拼的 有很多人現在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新來的那些人 我跟他硬拼 拼過 沒得硬拼 有些人還說你可以硬拼 因為十四億人在你後面 你有底氣的 對不起啊 你十四億人 不是在我 住在我周圍的 不是啊 你不要跟我講 那麽按摩的事情 就是有些人留言 那麽按摩的事情 就是我們是即殺的 在外國沒住過這些人 就是這樣說 就是講一講 有時候 我認識有人 就是買了很便宜的 我們不是譴責這些人 是覺得 有時候真的要想一想 既然是想著 在這個國家生活的話 你就想一下 為什麽全部唐人 都不住 只有你在這裡住 有些人 就想避開一些唐人的 就是某部份移民 不想避開那麽多亞洲人在我附近 我喜歡避開一些白人 覺得舒服點這樣 白人區有些很爛的 有啊 我們懂得有些香港生理的移民 就是住那些區 他特地的 他是很刻意去 那我是覺得 那你其他 為什麽不去其他區住 其他區太多唐人了 那些小孩子 上學又是見到唐人做朋友 不行的 不懂英文了 是吧 網垮的 哈哈哈哈 哎呀 那好吧 這次其實都是 最後都是要請回這個 就是住的問題 為什麽呢 因為太多騙子 住這個範疇 現在太多騙子 就是衣食住行 衣呢 也都有很多騙子 就是好像H&M那些騙子 吃東西就好些 沒什麽騙子 這個吃東西應該 住就真的有很多騙子 行都越來越多騙子 應該可以講一下 下次有機會可以講一下 那些車的那些銷售師 現在還有那些 賣二手車的問題 或者講一下 越來越多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是 好了 我們重新一次 4月4日 在紐約的大遊行 希望大家 踴躍參加 為保障亞裔的權益發聲 好 多謝大家 等一下 焗了時間 好